狮子合唱团 刚刚现场很燃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现场的画面 你不出汗呢 他们都一直在流汗 你这还好 脸上比较不会 皮肤好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媒体的朋友 可以向我们的狮子合唱团发问 大家有没有 狮子合唱团 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什么 你组合的形式拿奖 和之前一个人的形式拿奖 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这是我们第一个奖项 真的 就是狮子陈俊来第一个奖项 不到一年的时间吧 对对对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 肯定 因为我们刚刚 刚组成嘛 然后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 支持 跟喜欢我们的音乐 对对对 对对 其实成立的时间这么短发了一张专辑的line 然后就拿到这个奖 我想这个奖项的心情应该是和你当时 个人拿奖的应该是不一样的这个感受 不一样不一样 因为个人的作品 那个是可能我出到 八九年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狮子和唱团 是我从小的梦想 所以能 能以狮子的名义 去得到一些肯定 那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支持的 我们在歌手的舞台上看见了 就最后和Venice 和他来这个合作 接下来有没有其他的计划 想和其他的艺人来合作 进行这种演出 或者是发片 有啊 有? 谁? 很多啊 像 因为我们是乐团嘛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跟很多乐团合作 那这样子 舞台上就会很多人 很多人 站不下 很多人满满的 会很好看 是 好 那我们知道 五月八号 你们的演唱会开票 对 就是明天 是不是 是明天 对 所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的演唱会 好吗? 演唱会就是 因为我们狮子的演唱会 马上要开始了嘛 在 就在这里 5月8号 会开始 嗯 然后 7月22 是演唱会当天 这样子 就现在暂时定了北京一场吗? 还是其他的城市也有安排? 对 对 目前是北京一场 就北京一场也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要 我们要走比较稀有的路线 哦 对 是限量版 好的好的 季节限定版 我们的演唱会 就是要季节限定版 所以本来夏天就很热 看你们的演唱会 会更热更燃 对对对 好 谢谢也恭喜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